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香港城中一处别墅豪宅内 一家人正欢聚一堂 准备前往一场盛大的婚礼 这就是备受瞩目的香港影坛天王郭富城一家 身着优雅礼服的郭富城妻子方圆 正帮两个可爱的女儿 七岁的郭永熙和五岁的郭永轩梳妆打扮 宝贝们 妈妈今天给你们挑了两件最漂亮的公主裙 你们看看喜不喜欢 方圆温柔地对女儿们说 两个小公主欢心雀跃地点头 她们梦寐以求的一刻 就是能像真正的公主一样出席婚礼 很快 母女三人就准备就绪了 方圆身着一袭名牌长裙 高贵典雅 宛如走入上流社会的贵妇人 两个女儿则是打扮得活脱脱的小公主模样 郭永熙穿着白色蓬蓬裙 郭永轩则是粉色渐变裙装 两人都梳着精致的公主发型 甜美可人 母女三人在镜子前合影 可爱极了 这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 可不是一蹴而就的 郭富城和方圆 其实是经历了一段艰难时光 才修成正果的 当年郭富城凭借出众的才华和颜值 成为香港影坛的顶级天王 可是私生活却总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妖魔化 直到遇见了内地网红方圆后 才找到了安身立命的避风港湾 而郭富城也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不凡眼光 因为方圆不仅拥有精致的面容 更有着高雅的气质和丰富的内涵 他们的姻缘一路走来付出了太多的汗水和眼泪 但终于迎来了美满的今天 看着两个可爱的女儿 就是郭富城和方圆最大的骄傲 是他们给予这个家最宝贵的礼物 婚礼现场 宾客们都被这三位公主及的美人所吸引 哇 你看那是谁家的娃娃亲们啊 长得可真漂亮 一位宾客惊讶地说 母女三人的出场无疑成了最大的亮点 大家都忍不住拿出手机拍照留念 咱们就是说 家里如果有两个这么漂亮的宝贝女儿 做爸爸的应该会非常宠爱和开心吧 大家可以想象郭富城在家中的幸福指数 有多高了吧 网友评论 神仙颜值妈妈 神仙颜值女儿 两个女儿的下巴都像他们的爸爸 很有香港电影里面的feel 本来郭富城和方圆都是拥有超高的颜值 所以生下来的女儿自然也是要遗传 他们夫妻的超强基因 方圆拥有精致的富贵脸 两个女儿不管长得像谁 都是美人胚子无疑了 在家庭教育方面目前郭富城并没有退休的打算 不言退休是郭天王的常规操作了 和刘德华一样会持续在电影和其他事业之中保持热爱 陪伴和照顾两个女儿的重任 自然就落到了老婆方圆的身上 在爸爸郭富城澳门开演唱会期间 郭富城还不忘记安排方圆 带两个女儿到飞行馆里面体验一番 郭永熙和郭永轩还分别拿到了教练的100分奖励了 不光是在颜值上遗传了妈妈 其实两个美人也遗传了爸爸超爱跳舞的基因 在看郭富城演唱会的时候 两个小可爱在VIP席位跟着爸爸一起热舞 方圆记录下这一刻表示 大宝小姐都是超级舞蹈家 不难发现 在方圆和郭富城的教育之下 两个孩子幸福成长 一家人的幸福指数也是随着两个孩子的长大越来越高 陪伴他们成长成了方圆和郭富城的幸福来源 作为郭富城的宝贝女儿 郭永熙和郭永轩自小就备受宠爱 平日里 郭富城虽然是以爱好繁忙 但却从不疏忽对他们的呵护 在女儿们的教育问题上 更是倾注了百分之百的心血 比如说 郭富城就曾特意带着他们到澳门观看自己的演唱会 台上台下 父女三人的互动温馨有爱 在休息区 两个小公主兴高采烈地跟着爸爸的舞步挥舞着小手臂 简直就是小小舞者的范本 看着女儿们开心的模样 郭富城内心无比满足 台下 方圆拿着手机记录下这一幕幕珍贵的画面 作为一名母亲 看到丈夫和女儿们相亲相爱的点点滴滴 他的幸福感是无与伦比的 尽管嫁给了郭富城 方圆并没有因此而逆流成舟 他依旧保持着低调内敛的个人作风 更多时候是在幕后默默支持着这个家 其实在很多人眼里 当年郭富城完全可以选择取熊带琳这样的大牌明星 但他最终毅然选择了方圆 这其中必定有郭富城独特的见解 或许正是因为方圆淡泊名利 知书达理的品性才让郭富城动了心 认为他就是个可以携手终身的闲内住 从相恋结婚到生育两个可爱的孩子 这对夫妻用了足足十年的时光 但是现在回头看来 这份执着和付出是多么值得啊 家庭的幸福就来源于此 郭富城和方圆也把全部的心血 都投入到了女儿们的教育当中 除了带他们开阔视野 观赏爸爸的演艺事业之外 在香港赛马场漏一手之类的活动 也是家庭例行公事 不难发现 这两个小公主骨子里都跟随了 爸爸郭富城那股热爱舞蹈的尽头 郭富城和方圆认为 孩子的个性和兴趣爱好是天生的 作为父母最重要的是 给予足够的关注和引导 如果他们对什么东西感兴趣 就给予大力支持 比如说 当两个小公主在家中跳舞时 方圆总是给予最大的鼓励 并认真的给予指导 正是因为如此 两个小公主才会在爸爸的演唱会上大放一彩 肆无忌惮地舞动着天性中纯真的一面 看着他们逐渐成长 郭富城和方圆的幸福感也在与日俱增 女儿们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 是他们一家人努力的最大动力 永熙 永轩 来 让爸爸抱抱 婚礼结束后 郭富城张开双臂 宝贝女儿们开心地钻进爸爸温暖的怀抱 一家人幸福的模样 让在场的宾客无不艳羡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 一家人团聚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郭富城和方圆用行动诠释了 什么是最好的父母 他们给予女儿源源不断地关爱与呵护 未来的路很长 但只要有爱 这个家就一定能抵御任何狂风暴雨 如今的郭富城可谓是事业有成 而且还是一位称职的好爸爸 对于自己的两个女儿更是宠爱有加 无论是平时的陪伴还是生活中的点滴 都离不开方圆的加入 可以说有了方圆的到来 他的生活才真正的开启了幸福模式 而郭永熙和郭永轩也是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 无论在哪里都是彬彬有礼 受到了他人的一致喜爱 在两位父母的影响之下 两人也是逐渐展现出了自己的兴趣爱好 尤其是对于音乐和舞蹈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 堪称是小小的艺术家 而能够这样和父母一同参加各种活动 也是对于他们幼小心灵的一次次洗礼 无疑会对他们的成长之路有着极大的帮助 只有家人之间的陪伴和理解 才能够让家庭充满了幸福的味道 也才能够让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 一起经历家庭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人生当中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此 拥有一个完美的家庭 还有健康快乐的孩子 而郭富城一家四口 简直就是幸福的代言人 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 每一个人的脸上都绽放着灿烂的笑容 温暖而美好